Insta360 1吋NICA鏡頭剛剛推出了 大家可能也有很多疑問 包括我想知道它的續航能力實際上可以玩多久 還有大家最擔心 我收到很多觀眾跟我說 它的過熱問題會否有霧氣呢 今集就跟大家說說 大家好,我是奇春,歡迎大家收看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第一次收看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按旁邊的鈴鐺 把所有資訊和科技的東西儘快送給大家 今次一吋鏡頭出來 其實我都覺得低光環境好很多 但它的電量真的大家都在想 可不可以頂到 甚至最擔心的問題就是我看上次的影片 很多人都問我關於過熱的問題 有沒有過熱呢? 我試過一次在車窗前拍攝時間鏡頭 真的有很猛的陽光直射 大約13分鐘左右 它就有過熱的情況停了 之後我拍攝時發現沒有問題 但實際環境會如何呢? 今集我跟大家做一些測試 我做測試就包括我現在 現在香港的天氣很昂貴死熱 我會在室內開著冷氣的環境 以及關掉冷氣後 在室溫的環境差不多是27、8度 最後終極測試就是在戶外的時間 最近香港也之前打風 所以為何今時才能播出影片呢? 沒有這個晚烈的陽光 又或者室外比較好少試天氣做 我三個情況都做一下 給大家看看 以及之前也推出了一吋的Leica鏡頭 那是4K鏡頭 但大家都覺得這個一吋Leica鏡頭 有霧氣的產生 所以拍攝時真的不太爽 究竟今次這個Leica360會不會有霧氣呢? 立即跟大家做測試 Let's go 第一個測試就是室內進行 在家裡沒有開冷氣之下 都是28.2度 真的挺熱的 到了終於21分50秒左右 就出現了一些警告 最後到21分57秒 就已經是頂不住過熱 已經是停了機 當時溫度是28.9度 看看鏡頭裡面也不會有霧氣出現 證明過熱也不會有影響 沒錯 拍攝時也是打風 所以等了幾天 仍然是天陰陰 氣溫就27.4度 我也在室內嘗試進行 濕度也挺高的 看看它的表現如何 在天陰的情況下 最後捱到21分04秒的時候 就出現警告 之後就說會關掉WiFi 但其實我以為繼續錄 誰知最終都是因為過熱問題 錄製就停止了 兩個測試 大家都是21分多 就已經停止了 但也看到兩個鏡頭 表面上仍然沒有霧氣 現在的天氣 當然是回家開冷氣了 其實官方就說 它在20至25度的環境之下 都不會有過熱問題而關機 我現在氣溫就在開熱冷氣 21.7度 濕度74 其實也挺理想的環境 看看它會不會真的錄到最後 已經是錄超過29分鐘 在21-8的環境之下 都是錄得多過剛才 這很正常 但大家要留意一下 它接下來在29分59秒的時候 就會停一停機 因為它格式的問題 所以在30分鐘的時候 它就會停一停 速度開到第二個檔 之後繼續再錄 所以大家一會看到的情況 就會看到1、2、3 重新又計過 果然是在21度的情況之下 都真的不停機 它錄得超過1小時 最終是去到1小時02分 差不多28秒左右 它就停了 原因不是因為過熱 而是我已經沒有電了 所以大家看這個測試 都看到它真的沒有過熱問題 在20-25度之間 但是電力大約去到1小時02分 又看看錄超過1小時後 兩邊鏡頭有沒有霧氣 我都發覺不到霧氣產生 證明它也是OK的 我都知道大家在說什麼 就是覺得剛才的室外 也只有27度 香港現在鬼死這麼熱 這個怎麼可以作準 其實我和大家的想法是一樣的 因為香港近晚的天氣 真的太熱了 現在你看到在我露台外 陽光猛烈 我立即出去做測試 一看溫度計已經嚇到了 是37.1度 待會你看一下溫度是持續上升的 立即直接太陽照射一下它 究竟又看看它最終極的測試 能夠捱到多久 我真的很久沒試過 香港的天氣 現在大家看看溫度計 已經去到38.7度 如果真的1英零能夠捱到的 我覺得它很厲害 因為我已經受不了 中間進了幾次 進去享受冷氣 說話還沒說完的時候 發現12.52秒就出警告 最後捱到幾秒 12.56秒就已經停機了 這真是人之常情 我也猜得到 38度差不多39度高溫之下 看到錄完之後 它還是沒什麼霧氣產生的 碰碰機身上 這個位置真的挺燙手的 但勉強仍然都可以握在手的 看完所有測試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如何呢 的確這次的Insta360 1吋鏡頭 也有過熱的現象 不過看看大家的接受程度 去到哪裡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近來所有相機都好 已經是一個很高的規格要求 例如4K要拍到100格 又或者Osmo Action 就是這麼小的感應器 但也要拍到4K100格的時候 當然了 這麼小的相機 以及感應器 以及處理資料要這麼大 的確真的會有過熱的現象 也不奇怪 只不過大家的接受範圍 是去到哪裡 例如這部Insta360 已經拍到6K 我相信有過熱的現象 一點也不奇怪 看看剛才的測試結果 如果在正常的狀態 例如在室溫等等拍攝的時候 以香港現在的天氣 Under 30 度 大約可以拍到20多分鐘左右 但如果開了冷氣 在情況下 就好像官方說 在20度至25度之間 錄到電池沒有了 一個小時 多少少 都還可以 所以如果夏天拍攝的時候 就麻煩一點 但如果冬天的情況 或者室內有冷氣的地方 都應該不是一個問題 但到了現在的天氣 近來真的有 30 多度 剛才真的很誇張 差不多 38 度 39 度都有 真的很誇張 如果這些天氣的時候 我覺得人也融 在外面站這麼久 何況是機器運算這麼多的時候 你這麼多資料要處理 錄到十多分鐘 其實我又覺得情有可願 不過有這樣的情況 大家要過熱的情況 就要想想 平時我們如果真的要在陽光 直接曬下來 或者在街上拍攝 在高溫情況之下 拍攝時光 或是Motion Laps 拍攝 可能就真的是一個問題 尤其是我真的試過在車裡面 直接曬在車頭玻璃裡面 真的未必錄到那麼長 這一點大家就要留意了 不過大家 我們又要取一個平衡 因為我們現在開始 要求高了 我們什麼都要拍攝4K 而且又要拍攝很慢的動作 即100格 坦白說我真的很少可 4K 100格是長溫的 通常我都拍攝B-roll 即是十幾二十秒 因為時間分出來 已經是一分兩分鐘 未必是每個拍攝都會放到那麼長的影片 所以我真的未必是長的 但是一吋6K 你避免不了 因為你怎麼都拍攝6K 所以這一點就要留意一下 可能在二十幾分鐘的範圍 在一個安全範圍之內 大家預料到這個情況 如果真的說冬天或是室內冷氣 你就可以不用太擔心了 不過今次的測試我都有點驚喜 原因是說 之前大家都發覺 可能某些鏡頭 又或者360的鏡頭 也好 可能都會長鏡頭之下 過熱 都會有些霧氣在裡面 那是真的很難處理的 譬如我一吋的感應器 這個就是這樣 一吋的鏡頭 有時如果真的長鏡頭 裡面真的有些霧氣 我唯有拆了外殼出來 就繼續去拍攝 那就會沒事 會有些霧氣 不過就有危險性在這裡 但是今次這個360的一吋鏡頭 我就發覺 全部測試就算是38度之下 拍到它過熱、停機 都沒有霧氣在裡面 這一點就可能有些進步了 大家就可以放心了 好了 評測到這裡了 不知道能否幫到大家 希望這個資訊 能夠給大家有個參考性 如果能夠幫到大家的時候 記得留意我的Facebook、IG 還有Mivie 經常都忘記了怎麼說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我是奇仔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